大家好,欢迎参加Webpack实战的第四次课程 本次课程也是最后一次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上一次课我们介绍了Webpack的常用loader和一些基本的性能调优配置 这次我们会选取一个更加实际的React项目 使用Webpack来打包,并且会考虑到生产环境的一些需求 下面我们使用ReactToDoMVC项目作为实例 先来看一下页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就是一个React的ToDoMVC实现好的页面 我们可以往里面添加一些Task 比如说Homework 我们也可以完成这项Task 或者是修改某一项Task 或者是删除某一个Task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原代码 这个项目是用的Redux和React结合的一个项目 它的入口只有一个文件就是Index 然后同样是使用NPM作为依赖管理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代码可以跑起来 搭建一个开发环境 我们照之前的做法 添加一个start的script 这个start的script呢 它就是会去运行Webpack devserver 这个就是Webpack提供的开发的服务器 同时我们会把一些参数加上比如颜色和进度 还有Hot就是代码每次修改都会让页面重新刷新 A9是把重新刷新的代码自动注入到所有的entries打包出来的文件里面 最后-D是debug模式 会有输出一个source map 并且我们会看到每一个打包的文件 有了这个运行脚本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添加一个Webpack的config文件 和我们之前讲到的一样 Webpackconfig.js 然后它也是使用 Common.js作为标准 我们首先把需要的包require进来 然后把config exports出去 首先是一个entries 这个的entries就只有一个 它就是index文件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index.js 在这个index.js里面把所有的依赖的js 都import进来 然后同时也包括css文件 然后它会通过react render 把这个app render到一个id为root的element里面 然后我们设置output 它的pass是当前目录下的dist文件 像我们之前一直设置的那样 然后public pass也是dist 还有file name 就叫bundle.js吧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跑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它告诉我们 index.js index.js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是因为 我们index.js里面使用了es6的语法 但是我们没有配置相应的loader 现在我们把loader补上 使用一个准备表达式匹配所有的js 然后同时我们也用到上一次讲到的一些性能调优的配置 就是exclude和include exclude把所有的我们的package都排除在外 然后include指定我们指便利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然后使用babel来处理所有的js文件 好现在我们重新跑一下 看到了js文件已经可以处理了 但是css文件还不能处理 那我们就把css的loader也加上 针对所有的css文件 我们这里用到了一个新的loader叫raw raw其实和css唯一区别的地方就是raw 只是把内容读进来 而不会去处理url或者import 如果我们确认我们的css文件里面是没有任何的background image 或者是字体文件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用raw效率是最高的 同样我们给它加上include 可以让它处理的速度最快 好现在我们再重新跑一下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build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页面也是可以刷新的 下面我们稍微修改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把component里面的hander文件 toduce叫做newtoduce 看一下页面会不会 好页面也刷新 并且hander也改变了 那么我们现在开发环境的配置就完成了 下一步的话我们会把所有的代码文件要做真正的打包 然后可以放到产品环境上运行起来 做打包的话我们也同样在package toduce里面加上一个buildscript 这个buildscript 它要做的事情呢就是 使用webpack 这个命令 同样也我们也需要看到它的进度和加上一些颜色好看一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使用npmon run build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好我们看到了 build已经成功了 然后bundle.js 一共有861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在dist文件里面已经有了bundle.js 但是800 800多k的这个文件大小 对于产品环境来说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文件 我们还需要对它做 aglify 让这个文件可以变得更小 然后webpack 在它自己命令上提供了一个-p 这个参数 它做的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把所有的GS文件 压缩 aglify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打包出来的文件里面 有webpack的一些运行时的所需要的代码 同时还有这些 比如说186 这个就是webpack 给某一个package的一个id号 它通过这些id号来回护管理去require 然后我们看到react的id号是4 呃 -p 还要做的一件另外的事情就是 把这些id号可以尽量的压缩到更小 从而让最后输出的文件更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build了之后文件会变变到多少 这个就会 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好 我们看到最后build出来只有255k 比之前少了很多 但问题是 我们看到有些whirling 这个whirling是从 aclify.js来的 这个就是 呃 webpack在压缩文件时候所使用的一个第三方的库 它 这些whirling都是一些语法检查的错误 而且都是从我们所使用的第三方库 比如说像 class names 甚至是它自己的style loader 出来的一些whirling 这些whirling 这些代码并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所以我们不希望出现这些whirling 呃 但是 webpack 这个min行工具 又没有提供一个 可以让我们把这些whirling过滤掉的方式 所以 我们必须要用另外的方式来 minify文件 但是又需要 啊 去除这些whirling 这个就是 会要用到 啊 webpack的plugin webpack plugin的用法呢 它都是放在webpack这个package里面的 我们只需要 在webpack的config里面 加上plugins 呃 并且把我们所需要的 plugin都new出来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刚才 说到的 啊 啊 压缩 压缩JS文件 就是 webpack 啊 optimize 这个属性下面的 它的名字是 uglifyjs plugin 然后在这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 配置 compress verning is false 这样 这些verning就不会出来了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optimize 这个属性下面的 叫做 叫做 呃 occurrence orderplugin 这个就是可以优化所有module id 让最后bundle出来的文件更小 好 现在我们重新来build一次 让我们看一下呃 结果和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呃 bundle的js还是255k 没有变 但是verning已经去掉了 所以现在已经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做的配置对于开发环境 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同样使用 呃 npm start 来启动开发环境 好 我们看到开发环境比我们之前所花的时间感觉上多了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间 有十多秒 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的开发环境启动使用了多少时间 只使用了三秒钟 这个就是因为在开发环境的 嗯里面 vpack也去把 我们的 呃 js代码 给agrify了 agrify是一个非常耗时的 过程 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我们的开发环境 可以 也去agrify代码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看代码的修改都会变得非常慢 这个时候 呃 我们一般的做法有两种 第一种做法是 配置一些参数 比如说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参数 比如说叫minify 然后 呃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已经写好的第三方库 比如说像 nodeax 它可以 能够读取到 呃 在运行时 你所产 传入的参数 我们现在可以设置 只有当 呃 检测到有minify这个 参数的时候 我们才去做minify 那对于开发环境没有这个参数 它就不会去做这个minify的操作 那就会让整个build变得非常快 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代码 我们首先要 给config 附一个值 这样我们比较好修改它 然后 握认的config里面的plugin 就是一个空的 数组 只有当我们检测到 minify 的时候 我们才去往 config里面 加上这两个 加上这两个plugin 好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开发环境 看一下它所用的时间是多少 我看到明显感觉比之前快多了 它又变回了三秒钟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配置 会不会让我们最后打 build出来的文件出现问题 我们再build一次 我们看到最后 最后build出来的文件还是255k 也就是它还是被压缩过的文件 所以现在 啊我们的开发环境和 我们的build环境 就都满足了需求 开发环境需要很快的bundle速度 而我们在啊 build的生产环境的代码的时候 又需要把 代码 uglify 那么啊除了使用这种参数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使用 environment variable的这种方式 环境变量的这种方式 啊在node里面 读取环境变量 有的方式是 用process.env 这个是node提供给我们的 图取环境变量的方式 比如我们这个环境变量 叫node.env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env 就当它 为production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 呃 uglify bundle文件 那我们在 呃如果是用node.env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就需要 同时修改一下 package里面 script 把这个env都加上 在开发环境我们的node.env 就是 dev 然后在build的时候 我们的node.env就是production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build一次看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仍然会 可以打包文件 并且uglify 我们看到呃打包出来的文件还是255k 就说明它仍然是uglify了 最后来看一下 我们的开发环境的启动 我们的开发环境的启动 还是三秒钟也是很快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了如何为一个已有的项目搭建一个webpack的开发环境以及build的环境 还有如何在开发环境中根据我们配置的变量或者我们配置的环境变量做一些不同的build的操作 最后 最后我们 啊同样会留一个作业给大家 就是 我们常常会在web开发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cache的问题 呃我们知道如果文件名没有变的话 那么这个呃呃比如cs文件就会被浏览器缓存起来 只有当缓存的呃缓存过期或者是我们的文件名修改 浏览器才会去请求新的文件 那就会导致可能我们的代码已经改变了 但是浏览器还是缓存的以前的文件 这个就需要一个缓存的更新机制 那么最后一次作业就是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VPAC对于这种缓存的更新机制 它是如何处理的 谢谢大家 再见